西方史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整个世界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 相应的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 就西方史学而言 这种重新定向正如巴勒克拉夫 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艺术中所揭示的 大体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叶前后 他重新定向的口号下战后 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令人眼花流量 但总的发展趋势也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 当然其步伐更快了 战后西方史学的新宇宙变革与保守之间的抗衡 从未中断 其当新史学的势力正在盛世 传统史学也没有不可能销声匿迹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与西方史学展开了对话 并对西方史学产生了领域增长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